我从做视频的第一天 我从第一天在巴提亚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我希望我通过我的视频 给大家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巴提亚 而并不是在大家眼中的 就类似于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对吧 这地方有 但它并不是巴提亚的全部 泰国这些路边摊要打给尝试一下 一些摩迪斯基都会 看看 也都会来选这个东西吃 我不知道是甜的还是不甜的 我给你尝尝看 阿蕊吗 阿蕊 每天都在这里 看不看每天都来 我们尝尝看 我们尝尝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肉 反正是五花肉 嗯 这肉 肥肉不像肥肉 五花肉不化 有点五花肉 稍微有一点点甜 但是能接受 姜蒸后面有问题 我画一个 这个是鸭蒸吧 鸡蒸 鸭蒸 嗯 这家不是很甜 这里所有的食物啊 就是十块钱一串 十太猪一串 鸡翅也是十太猪一串 两块钱 可以啊 再搞个鸡翅 给大家推荐咖啡馆啊 130个评价 4.9分 这咖啡馆 就在这里 找过来的啊 最近都要到处找咖啡馆 感觉这样咖啡馆可以啊 就巴提亚还是会有很多咖啡馆 这价格也比较轻凉 这价格也比较轻凉 基本都是这个价格 刚才我问老板了 为什么这个价格65到150 他跟我讲是因为用了不一样的咖啡豆 就是不一样的咖啡豆 所以它价格不一样 这个是最基础的咖啡豆 这个是用高纸的咖啡豆 原来是咖啡豆的区别 然后咖啡咖啡 最近感冒很严重 然后还有咖啡 带我来个咖啡 我们看这咖啡多少 这咖啡看还是买点的 18个 18个 OK 80个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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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热一热 它的蛋糕 我觉得它主要是咖啡豆 这张图片型 其实光这个咖啡豆 好像也就这样 咖啡蛋糕 OK 咖啡蛋糕 我们看一下它的店的环境 就是很那种工业风的那种环境 但它评价真的很高 它能达到4.9 这个100多个评价 里面能达到4.9 是很难的事情 楼上还有二楼 而这种咖啡馆 我就很喜欢 其实我喜欢咖啡馆 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呢 就是那种 那些那种青麦风的 就是有很多的草地啊 或者说 就是自然景观 比较好的 另外一种就是一种 中午工业风的 这种中午工业风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感觉很舒服 你在这里办个工啊 剪个视频啊 来录个视频啊 看看东西啊 还是蛮有意思啊 咖啡跟咖啡都来了啊 我们先尝尝咖啡 它的咖啡是深度烘焙的 就是那种 不会很酸 但是会很浓的那种咖啡豆 不然我也不喜欢 什么咖啡豆 然后我们看一下咖啡 它的咖啡也不小 也跟我之前拍过视频 那个白宝斯的 差不多到 我们先试一下 其实我习惯了用手拿的吃 嗯 它上面没有那么多的焦糖 它这可说 没有放很多的焦糖 不像那边的那家 会那么甜 我们素素一点 满大手吃吧 这双刀它切 切是什么样 都不知道 而且关键会切了 很多的碎碎下来 嗯 它的黄油味会很重 嗯 还不错 八十泰铢 我觉得 十六块钱人民币 性价比好像略低一点 但是味道还行 味道还行 好了 这个 讲所都走不掉了 这就是泰国啊 我已经每天 被遇困了 这个雨季啊 跟你说每天都会下两三个小 是这样的 之别大雨 都是 水要淹的那种 巴提亚以前名不适合 真的 巴提亚就是这样 下雨下一个多小时就好了 不下了 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刚才那个暴雨啊 真的是 哎 不知道哪个渣男友 对别人撒谎 现在你看 晴空万里了 那边 西洋都有 哎 这巴提亚天使 像在泰国啊 它这种电线都裸露在外面 一旦下雨啊 就会发生这种漏电的情况 就是我经常 经常走着走着 边上就啪一声 然后整条街的路灯就黑了 它全是走的这种 鸣线 你知道吗 这鸣线一旦下雨 就会产生漏电的情况 所以大家下雨天啊 尽量远离这种电线杆啊 这个要注意 我啊 最近爱上了这种西瓜摊 二十泰铢四块钱 还有西瓜 感觉这个西瓜不大好 所以有男朋友这个好 它下面都是用冰给它冰起来的 所以真的 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到泰国这种西瓜 这种水果小车啊 来买二十株啊 所以还是躲在我们的小车车里 哎呀 现在这个有了四个轮子 有了顶棚了 就不怕下雨了 这个给大家讲一下 最近泰国的这种天气啊 就刚才我给大家讲了 就是像巴提亚 它每天都会类似于这样的下雨 所以大家出行要做到这个准备 但是因为巴提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它是在海边 所以大家放心 它一般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这你的某一个地段 比如说下暴雨 它会下的非常大 但是一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左右 它就会过去了 然后就雨过天晴了 一天呢 大概会下个两次雨左右 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泰国的雨季嘛 那最近的雨季呢 的确比往年啊 稍微推后了大概一个月 原则上按照往年的话 到了十月中下去雨季应该是结束了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反而到了十月份以后啊 雨季就变了正就雨季会变得非常长 会变得非常大 那么我相信如果说十一月份过来的小伙伴应该会好很多 那么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一月份也会进入一个凉季 那巴提亚的凉季呢 或者说泰国的凉季大家也不用怕 也没有说冷到那个地步 除非你是清迈清迈那边 那么泰北那边的山区上面呢 可能还会有积雪啊 或怎么样 那这样的八行在市区 那像曼谷的话根本就没区别 因为它有玻璃木墙啊 有那个中央空调的那个热气 所以在曼谷一年四季都有热 像巴提亚这样的天气到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份 这三个月算比较凉的 那这种凉季呢 大家去海岛啊 或者干嘛就会显得非常舒服 那哪怕有太阳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暴晒 对吧 那这个东西大家要注意 所以说我一般是推荐大家两季左右到泰国来玩的 那这样的话你去出海啊怎么样 身上都不会晒伤 对吧 那出去玩也有一个很好的心情 那现在这样每天下雨 其实对我们的行程安排都是非常不利的 包括小邦接下来要要出去自驾游怎么样 我也在等待这个雨季的结束 我看了也很多攻略 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还不敢走 那万一你说走了一半每天出去一下 我去向导每天下雨那就对整个出行都会有影响 所以大家来来玩的时候做好计划 那么很多人会选择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 这段时间来泰国 那么其实4月份破水节阶段是太过最热最热最热的时候 对吧 那这个时候来对虽然你能感受到破水节啊怎么样 但是你玩起来其实也不会很开心 基本上每天就躲着的 那么对于这里大家过来玩夜场的 那你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反正你出门打个车你酒吧一坐对吧 外面下雨天塌了都跟你没关系 那这种就另出外 那我相信大家过来旅游的 应该还是会抱着一个自然景观而过来的 呃 我也不希望整个巴提亚的 让大家感觉到来巴提亚就是为了一个风月 就是为了一个夜店 就是为了一些风俗产业 其实这只是巴提亚的一部分 我从做视频的第一天 我从第一天在巴提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我希望我通过我的视频给大家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巴提亚 而并不是在大家眼中的就类似于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对吧 这地方有 但它并不是巴提亚的全部 那么我一直经常在说 国内哪个城市没有这一两条街呢 那么同样在巴提亚也就那几条街有 那过了那几条街或者到中天或者你去上岛 或者说其他的几个巷子 其实像我现在在的这个三路或者东区 也没有这些东西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思想想的那么那个 尤其女生啊或怎么样 人家会觉得巴提亚是不是很乱 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不是 其实可以去避开避免那些东西的一个存在 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理解没有 因为平台有各方面的限制 那我希望给大家展现出来一个是不一样泰国 真的我发现很多人包括群里的很多人 包括我认识很多人 只把它这里当做一个皮肉交易的一个国家 其实泰国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希望他这句话通过我的视频 给大家展现一个不一样泰国不一样的巴提亚 对吧好那今天我觉得我们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然后去看看晚上吃什么 这雨一下把我的所有的计划都打了 本来想在咖啡店做视频的 然后发现咖啡店躲雨的人好多 边上都是人 大家也知道出门在外 如果录视频声音太大 别人都会有意见 所以就躲到车里来录了 拜拜 拾行 对 对 对 想不错 real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